健保署署長石崇良 週末來到聯合醫院仁愛特區 以及馬接醫院視察 就怕民眾對於新收費標準不熟悉 要求各區業務組加強宣導 部分負擔心至第一階段 民眾到大型醫院急診 醫學中心調高到750元 區醫院400元 地區醫院基層診所維持150元 種地受入戶 老人身心障礙者維持不便 今天特別來就是來關心每個醫院 他在系統上是不是已經完備 那麼加注這些中低收入戶 或身心障礙 讓他們在就醫的時候 那麼就直接可以優免 那麼不需要事後再來退費 減少大家的行政的負擔 民診藥品部分負擔 調高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藥費收取上限最高收300元 基層醫療部分負擔沒有增加 就是希望透過制度改變 落實分歧醫療 在第一次的這個曼簽 部分負擔在醫院要收取 但是在診所是不收取 目的也是希望 那麼來推動分級醫療 民眾到大型醫院看病 會覺得變貴了 但其實基層醫院與診所 都沒有變動 目的就是希望民眾 珍惜醫療資源 健保效益極大化 三立新聞台北報導 我們在診所